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日上午,交通运输西业态协同监管部门组织对多家网约车平台进行约谈,要求加强合规经营,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,保障乘客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,促进交通运输西业态规范健康持续发展。 约谈指出,虽然网约车行业整体发展平稳有序,但仍存在少数平台公司违规操作、侵害权益、扰乱市场秩序等问题。 约谈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,维护司机和乘客的合法权益,加快合规化进程,并加强运输安全管理。 各平台公司表示将积极整改,依法合规经营。 此举有助于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发展,维护行业的安全稳定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